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一碗水 一杯酒 一朵云 一生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西三江县高定村 位于广西贵州湖南三省交界处 这个明朝万历年间兴起的村寨居住的五百多富人家 木楼 古楼 吊脚楼依山而建 错落有致 建政了洞族 苗族 汉族等多个民族和睦相处 团结互助的历史 高定村多山少田 五百多年前 洞族的无姓从贵州迁来这里 土地的稀缺 土地的稀缺 引起了洞族和苗族和苗族的纷争 相传 当时有个嫁给洞族人家的苗族媳妇 看到当年的骨子欠收了 就对洞族人说 我们把苗族人赶跑了 骨子就长得不好了 这是老天爷在惩罚我们 村民们都相信了他的话 又诚心诚意地把苗族人请了回来 从此以后 高定村形成了和亲牧林的传统 名声也在三省传开了 贵州离平 湖南通道 广西龙盛等地 陆续有人迁来高定村 安居下来 从以后呢 我们这个城寨就不断地有其他的系俗也进来了 就一共有六个系俗共同在这里居居 所以就从那时候起 大家就团结友爱和牧相聚 就长久组成 因为这个城寨不断地发展重大 所以就团结友爱和牧这个传统 以及就严肃保持上来 居住在高定村的人口越来越多 从最初迁移进来 到成为邻居常年一起生活劳作 当地人依靠着款约的规则 来协调村民们之间的矛盾 治理村寨的大小事务 倘若有了纷争 就由村寨中最受尊敬的长者 宽首来出面调停 宽这个东西啊 是我们东宿的恩贵民友 湖南 贵州 广西 三省脚盖结果是东宿的 都是实现过宽首来 独起了警案 实现那时候宽的独起 你得跟中当中得得回心里 款约既是村规民约 又有严格的惩罚措施 相当于治安条例 高定村的先民认为 只有长治才能久安 五百多年来 村寨中的各种纠纷 家庭矛盾 都由款组织来协商解决 在高定村的中心位置 坐落着一座村寨鼓楼 和六大家族鼓楼 这是调解会议召开的地方 在村民心里 有着尊崇的地位 这鼓楼是 动作款组织的基层单位 过去家族里边有什么矛盾 老人主讲就在鼓楼里边 举行家族会议 来协商解决 如果系组鼓楼里边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就到村建里边 交开这个款小会议 来解决 这个鼓楼实际上 就是一个调改机构 鼓楼的修建 使高定村人团结一心 乐善于家族村寨工艺事业的象征 今年六十七岁的吴士康 是高定村的建筑师 他从二十岁起就拜师学医 仅靠口耳相传的师徒授业和大闹心酸 不用画图 不用铁钉 却可以建造出严丝合缝 威严挺拔的鼓楼 高定村最出名的独柱鼓楼 仅靠一根四十五米高的柱子 来支撑着十一层瓦盐 借助横方与四周边柱相连 造型罕见 独具匠心 这种高超的建筑艺术 在洞族地区远近闻名 而修建这样一座古楼 需要整整七个月的时间和辛劳 可是为了村寨共同的利益 吴士康分文畏曲 参加古楼兴建的村民们 也都没有收钱 一座古楼为什么用一根木头来建 为了表示大家团结一心 邻里和母 团结友好 一家建楼 百家帮忙 这是高定村民人人都知晓的道理 在这个远离城镇 交通不便的山村里 修建传统的三层木楼并不容易 不可能依靠一家人的力量来完成 每一户人家的木楼 都凝结着全村人的辛苦劳作 村中的五百多座木楼 都是在这样的手工协作中完成的 在高定村 建房子是头等大事 传统的三层木楼需要七八十个壮劳力 共同劳作三十多个小时 才能初步搭好框架 因此 不管谁家建房 村里的青壮年都会前来帮忙 按照当地风俗 建房必须要提前看好 吉日良辰 吴师傅等了三个月 总算选定了一个好日子 他焦急的心刚放下 不巧又赶上天下起了小雨 他担心着雨天会影响搭建新房的速度 耽误了及时 尽管他心里又喜又愁 但是急匆匆的脚步却没有停下来 他冒着雨去通知亲戚朋友 已经选好了建房的时间 开工建房的这天 云开日出 高定村和周边村子的村民们 从四面八方如约而来 杨师傅是建房的总指挥 各项工程技术全部由他把关 天刚亮 他就已经从十里之外干到施工现场了 工地上的两百多根木头 在短短两天内 要搭建成为三层楼的主体框架 当地人讲究 要赶在极日凉成把主粮放上屋顶 才算大功告成 来帮忙的每个人都尽心建立 杨师傅指挥大家协同作战 又要把好质量观 一些关键的技术活 他还要亲自操作才放心 传统洞足木楼主体框架 全部是木质结构 木头之间依靠笋锚连接 为了加固 用木锤敲打笋锚 成了最重的体力活 前来帮忙的乡亲们 轮番上阵 人挺功不挺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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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 吴师傅一家人在鼓楼里设宴 热情招待帮忙的乡亲们 第一阶段的工程进度 按时完成 吴师傅父子和前来帮忙的村民们 都非常高兴 半夜两点 人们还在对框架的每个连接处 仔细检查 让每一根梁与柱排放之间 左右吻合 上下固紧 不知不觉地忙碌了一整夜 到了下午 由于有一部分地基是悬空的 给施工带来很大的困难 大家的心情都不轻松 八月盛下的阳光里 人们也顾不上又热又累 赶在下午三点的及时之前 把将近二十吨的木质框架 勤勤协力搜装 人心起 泰山年 八十多人一鼓作气 终于搭建好了木楼的夫妻 在冰炮声中 承载着高定村乡亲们 心起汗水和美好住院的主粮 稳稳地安放在了木楼地上 如果没有那个老爸老妈的经济 还有寨子里面 村子里面的一些亲朋好友 那种乡亲好友 我一个人是不可能搞得起来的 来说经济来的是辛苦他们的 有没有什么的 那是人帮他们的 我们也保费了 今天也帮过我们的 这样子 生活在传统木楼里的高定村民 一直都在使用明火烧水做饭 这很容易引起火灾 历史上高定村曾经发生过火灾 有十几间木楼被烧毁了 如今海流有灾难的痕迹 这让村民们意识到 只有团结协作才能保卫村寨的安全 一个家庭的财产安危 关系到整个村寨的存亡 从此之后 高定村人把防火防灾 也加入了邻里互助的规则之中 最近的一次火灾发生在2014年农历八月 当时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 村民无存仙 正好外出不在家 没想到家中却失火了 齐火点了几米开外 就是家族的鼓楼和独住鼓楼 火事一旦蔓延 整个村寨都会陷入危险 那时候很急 我们每个人从家里面拿一个桶 一桶水 一盆水 要滴上上面 所以有个年轻人 他都不管这么多了 他就爬上这里 把那个玻璃 那个玻璃他都拿着 踩烂 踩烂 把他的桌都还划出去 他还站在那里 拿手抓 人家就从这里滴水上去 这上面也建能 那里面也建能 所以椅子中从这里拿水 就能得积水上去 尽隔几米远的几户邻居 并没有忙于搬自家的东西 而是立刻前来帮忙救火 仅用二十分钟 大火就被村民们 用自己的土办法灭掉 而几米之外的鼓楼 木房都幸免于难 火灾后当天晚上 乡亲都带来了被子 油米来安慰吴村县 通宵陪着他 度过了灾难后的第一夜 倾心协力救火 也是高定村不成文的约定 在无情的大火面前 没有人只顾及自己的财产 2006年 村里的一户人家 不幸发生了火灾 而这一家偏偏离水源很远 给救火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情急之下 村民们用了一种意向不到的方法 来救火 传途村民来了 没有水了 那时候没有水 那怎么搞呢 那就用泥巴 现在有两千多人嘛 拿一千人 这个都受不了 各个就一抓 一下子一千抓 这样就抓下去 一下子都打 就灭了 尽管当时有两间木房子被烧毁了 但是村民们巧妙的补救 及时地阻止了大火的蔓延 带你家也好 带我家也好 就是大家有这个责任 保护我们的生命台下 只有这个 我们就有这个情神 所以我们成就保护 像现在啊 有一百年多又 没有发生过大火灾 2005年 三江县拿出专项资金 给高定村修建了消防设施 吴唐中是村里的义务消防队地长 他经常走遍村寨的家家户户 排除消防隐患 检查消防设施 你消火的时候 要一直让我们人待着开 你要一直待着看消火 消火了 我们走了 要把它盖好 盖好把它要注意安全 感觉安全了 你的人待离开 每天清晨六点半 五十八岁的巡战员吴包恩 就拿着喇叭 来到村里的每一个固定巡视地点 喊债是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大概一天以来 能多点就有人喊了 喊这种防火 关于防火这方面 早上喊一时 晚上和晚喊一时 一二三 开心 为了防范与未然 为了防范与未然 自古以来高顶村的村民们就自发地成立了义务消防队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高顶村的义务消防队也演变成为更加专业化的义务消防队 定期演练灭火 随时准备应对火灾 盛夏时节 高顶村的男人们忙着盖房子 而女人们忙着染布 这里的人们仍然喜欢用传统的方式染布做新衣 到了来年春节 好穿上漂亮的新洞服 热热闹闹的庆祝新年 几丈长的土布要染上颜色 步骤繁琐 往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体力 光靠一个女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染成的 周围的邻居们都会来帮忙 这样才能赶上拿到八月最好的阳光底下曝晒 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里的洞族人都用当地的蓝垫草作为染料 染布的手法也流传了数百年 清洗和浸泡 蒸布和晒布 女人们同心协力 为过年的衣衫染上了最质朴温暖的色彩 北山英寺 西温暖的流传 要凭日土 云南人 一篇花咨我天海 要南人 但好 如這捲外可 多少 赶亿道修汵 柱心 exclus 今年四十岁的吴培苏 是高定村的幼儿园老师 平常既要照顾孩子 也要做家务活 而吴培苏爱人 是跑运输的司机 工作辛劳 吴培苏包揽了全部的家务 尽管有时爱人很晚 才能回到家 吴培苏和家人们 还是等着他回来一起打油茶 吴培苏是栋族 爱人是苗族 两人结婚十五年来 恩爱有加 胡适家公家婆 一家人其乐融入 大年初一 高定村的村民们 都穿上了新衣裳 全部都集中到 村寨古龙的平地上 热热闹闹的动静 开放舞 拉开了四周迎新的节路区 大家都要在群节集间 唱歌跳舞 以及要从正月初雨 闹到正月十五 所以通过唱歌跳舞 大家拉近亲情 使村民之间更加团结勇爱 春节期间 在县城工作的吴有星 也回到了高定村 和父母一起过春节 高定村有一半人 像吴有星这样在村外工作 吴有星上学时 家境困难 曾经得到过村民们的资助 工作之后 他和村里在外工作的老乡们商议 一起成立了同村会 把高定村集资助学的传统 继承下来 十年间 同村会每年都在村里的春节晚会上 给优秀学子发奖学金 我当时我是在那里读书长大的 所以给我留下来的印象是 教育借款 或者是我们发的校舍 教师很简陋 当时读书 给我的印象最深 那我们怎么想改变 这家乡面貌 就启发了我 联合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在高定村热闹的晚会不开上 不断地有人发红包捐物品 这也是高定村的传统 捐多捐少随个人心意 村民就是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 表达自己为高定教育出钱出力的愿望 集思助学的传统 已经成为高定村春节最为吸引人的重头戏 从小学到大学 各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 还有教学优异的好老师 都会得到奖励 这一项公益活动 既是春节大人小孩欢庆的一项重要活动 也是常年在外工作的乡亲们 为家乡做的一件实事 新年里是高定村洞族人 喜结良缘的好日子 如其中的小儿子选择了大年初三办起事 按照惯例 亲戚朋友要一起庆贺三天 在共族人隆重的送亲仪式上 男方家把米酒鱼肉送到女方家 双方互赠的结婚财礼都不涉及金钱 仅仅是酒席用的材料和家庭生活的物品 高定村人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亲家的尊重 同时也是祝福新郎新娘 互相尊重 和睦相处 生活美满 船里面的邻里之间都是很和睦有益的 其实这个影响是无形之间的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讲 大家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了 这个管理在哪里面处理 包括在团子里面 还在家庭里面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 还有同等级 还有老婆丁丁关系都是一样的 以互相尊重为原则 五百年来 这里的每一片马 每一块木板 都记载着高定村 团结互助和木相处的故事 在晨曦中 木楼和古楼交相辉映 古老的村寨 洋溢着充满活力的光彩 远远的那个地方 是新挂念的故乡 家乡窗间梅花 是否回忆仍绽放 远远的那个地方 是我离开的故乡 家乡门前顾目 是否依然在盼望 亲爱的亲爱的家乡 你是世上最美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 美丽的美丽的故乡